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一小年代 我們來看看修館中的史博館 現在在館外開啟了大理店 就在策展人周玉瑩的巧思下 把史博館的館藏 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圖紋 成了生活用品 在這個期間限定的史博大飯店中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富含典故的 歷史圖紋裝點空間之中 讓你宛如走進1920年代 奇幻又華麗的大飯店氛圍裡 哈囉 我是燕妮 今天帶大家來看到 是以1920年代為主題 充滿超現實還有魔幻的感覺 是以布達佩斯大飯店作為靈感 它的名字就叫做 史博浪漫大飯店 史博館館藏珍品的歷史文物 變成了生活用品的圖紋花樣 舉翻沙發倒枕 服飾拖鞋 全部變成疊出新材的設計 既然是史博浪漫大飯店 我們當然要請到飯店的負責人 就是史博館的館長 館長你好 你好 我個人比較喜歡 這個我的靈帶 好美喔 那這個是戰國時代 官員的一個腰帶扣 那如果我們仔細看呢 這裡面有龍鳳交纏的意思 像我們看到旁邊那個屏風 那這個它的文樣又代表什麼意思 可以跟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是青花池 那青花池其實是一個藍白相見 所以我們設計師把它放在這個 設計文樣上面就有大小交錯 跟黑白交錯 所以產生了一種韻律 一手策劃這個史博浪漫大飯店的推手 就是知名時尚設計師周玉穎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史博浪漫大飯店 策展人就是我旁邊的周玉穎設計師 設計師你好 你好 設計師這個飯店真的是太美了 讓我一進來就驚叫連連 所以當時您設計的概念構想大概是什麼 第一個跑出來就是 我想要開一個真的飯店 它就是比較脫離 一般我們看展覽 只是很平面的看一些背板輸出 我們回到更生活方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做的沙發就是一個展品 然後真的摸得到這個質感 所以一切一切就是回到 讓它生活化 那維釀的魅力能夠在空間被呈現 當然也逃脫不了服裝 因為我看到這個飯店的人員他們的服裝 也真的是令人眼睛一亮 所以在服裝設計上你的巧思是什麼 我們回到一個20年代的 這時候飯店的 應該想說一個Lubby Boy的裝扮 所以戴高帽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配飾 六十款史博文樣 由浪漫花鳥 趣味手繪 人文之美 幸運祝福四大系列 可以變成生活中各類商品 史博對這些土紋開放授權 讓歷史文物可以在現代生活中 再次鮮活起來 記者天妮和乃強採訪報導 而故宮則是睽違七年 再次推出了青代鼻煙壺特展 從供應機把材質到日常使用的情境 把這個青代這項方寸小坪的微型工藝 帶到現代觀眾眼前 那麼說到鼻煙壺是從康熙皇帝時傳入的 把這個發酵的煙液細末調香而成 傳聞就有當時的王公貴族可以使用 這次故宮展出鼻煙壺造型非常多變 色彩順利巧奪天宮讓人讚嘆 國立國光博物院睽違七年再度推出 青宮鼻煙壺的時尚風潮特展 一次展出共368件各類材質的鼻煙壺 雖然鼻煙也就是煙液有抗皮型腦之用 但是因為壺開小口 廣復帶齒蓋的精美造型 一般只有王公貴族可用 所以是當時最時尚又奢華的單品 因為這個感染其實分成三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叫新 那就是指的是胎體跟技術的創新 那這個可以做新的代表 因為它是所有的全部都是玻璃胎畫髮廊 那玻璃胎畫髮廊在以前是非常珍貴 因為第一個玻璃的材質是新種系氧引性的 然後第二個再加上它燒的畫髮廊 那個溫度很難控制 那所以乾隆就把這一盒 它那個時候製作的全部都收藏 你看到這個日本的氣盒裡面 河中每件鼻煙壺高4.4到5.4公分 從題材到配色 紋樣無一相同 最多的樣式是什麼 如果花還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應該都是植物是最多的 對 然後少數有人物的 然後還有一些有那個吉祥文案的 就是有福秀的這種概念 大概都是這些 材質方面包括玉 瓷 有單純卓製造型 也有展現雕刻技法 它把玉雕成各種各樣相生的形狀 比如說那個是現在的苦瓜嘛對不對 對 然後旁邊的是茄子 還有像這個大漬的餐廚 然後還有這邊都是魚 就是它能夠雕刻 然後賦予它各種各樣的造型 蓮玉叔叔的鼻煙壺造型 也顯得自然寫實 是能想像古人生活的甜然綠意 而進入到日常使用的鼻煙壺情境 把小小器具全打包 原來當時也已經有外出盒的概念 那像比如說像這一盒 你可以看到那個尺寸其實非常的小 非常的精細 然後它又裝在盒子裡面 那其實它可能就是外出的 鼻煙的一個套具就對了 就像我們今天的冠洗包那個概念就是 你就是可以裝三種口味的鼻煙 然後你可以倒出來跟大家分享 小巧細緻的鼻煙壺 各個匠心獨具 便於攜帶也適宜居家賞萬 難怪成了古時尚流社會街 愛不釋手的時尚單品 解張珍 藍金發李美妍 陳某島 好 再看台灣著名的文壇師任 許惠之也是首莫藝術家 他把世術化融為一體 既有古代文人的風雅 又有當代藝術的抽象表現手法 使得作品充滿文學氣息 又有無窮無盡讓人不斷回味的韻味 那麼在近期剛結束的 《夢中繁華展》當中 把他的精彩作品一次展現 並且和黑糖導演合作紀錄片 讓人可以見到他創作中真實的一面 台灣知名的文壇詩人 同時也是出版公司負責人徐惠之 不只擅長文章詩詞 也最新藝術創作 他將飽滿的詩文能量 化作混濃或淡的書法筆墨 在畫質上呈現 這些點也許像一個飛騰的東西 然後就像紙 紙它原來是有意義的 我們創造每一個紙 可是因為我們會去組合漢字 那漢字因此就會有 一個創作的人想要說的東西 那自信飛行我用拆解 把它辦抽象化以後 希望在空中有一個飛騰的感覺 像每一個自由的心 徐惠之的創作 以《夢中繁華》為主題展開歌展 兼具詩書畫印表的文人性靈風格 揮灑出意義如星辰的水墨創作 聖堂之花開了 呈現率性的奔騰綻放 攤看結合詩文 顏色清淡雅緻 留白想像 給人無限無窮回味意境 徐惡之字詩寫著 有時用墨 墨分五色 有時候筆觸捨不得不溫暖柔情 很想寫出有感的字 然後當作這個肌理 當作這個視覺的核心 那麼這個心 應該是一個廣闊 無邊際的心吧 文人細膩感的溫柔 在紙上在筆墨中呈現 每個橫竖撇納 彷彿都有情緒 感染指引人 記者田妮 張成俊 整理報導 好 感謝收看影響年代 我們下周再會了 我是田妮 我們再見